各位網友,早晨,我是吳仔 早晨,我是Hay 我們Hay5 晨早新聞報傳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廣播 今天天氣如何呢? 來到4月25日,星期二 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 部分地區能見到較低 吹輕微至和緩的東北風 最低氣溫22度,最高25度 香港昨天很大的消息 大到說 星期六看電影30元 香港要急救 待會跟你說說優惠的詳情 不只是這件事 接下來一連串 政府有些救市行動 另外 看到昨天驚演一條大龍躉 老鏈這麼大 整個人這麼高 什麼事呢? 看到福臨門欠債超過二千萬 隨時倒閉 大樓曾經的飯堂 還有一個女人 在街上放狗 被四個人圍偶 為什麼這麼大仇口 不用打壓 紅磡那邊 紅磡那班 那班傢伙都在公園放狗 來來去都是那班人 怎會不知道是誰做的呢? 另外 疫情真的很嚴重 詳細新聞內容 怎麼嚴重呢? 你平時只有化驗所核酸確診個案 新增確診259人 有些人 你要記住這條數目是不對的 但是死亡那裡多11人 與新冠有關 會不會是比例上的呢? 你說大那裡說到15,000人死亡 不,不是死亡,sorry 15,000人確診 每天15,000 你現在驗到259人 259人 肯定是不準的 但是死亡的數字 如果你計算比例 這條數字嚇死人的 他說到他現在公佈廢誤 所報告只有200多 但是不代表全港所有染疫的病例 你看看港大有15,000一天 他說 據說 至1月30日起 累計12,687宗 這些全部都不準的 那麼現在就說 那個死亡數字 就11人 是 說到1月30日 到現在至今 累計死亡181人 不要理會他 你分不分類 流感Omicron 不要說Omicron 就這樣說 那個數字 但是流感也說 死亡了50人 是的 他說50個一定不止 前幾天 所以大家都要戴口罩 你出街霧氣那種濕氣 隨風飄蕩 那些病毒 是的 就算沒有人 你跌落地 一大風刮風 那個濕度 上來的水氣 霧氣 一樣吸得到你的身體 我昨天也中招 我起床說完 新聞之後 喉嚨有點痛 因為我前天和一個 他自稱有病毒的人在身 他死都說不是 他死都不是 我當然知道 我當然知道 好了 我昨天喉嚨痛 那怎麼辦 喝維他命C 吃身 轉頭就沒事了 增強本身的免疫力 你不是以為我會去 借過那哥嗎 是的 我不會 我一定是 維他命C吃身 那些人經常說 咳嚨我吃這些 吃那隻什麼丸 什麼丸 在哪裡買好 這樣 你的體質 你是燥底 熱底 你不知道 清不清溫 我不清楚 但是呢 你吃維他命C 你一定沒有錯 你去雙方感冒 醫生也是開橙粉給你喝 是不是 你懂得保養自己 你就不確診了 是的 我挺 proud 我看到身邊的人全部都中了 又叫我打這隻牌子那隻牌子 打你的頭 真的 唉 有人問我 維他命C哪隻牌子 接著 維他命C不用哪隻牌子 橙也不用哪隻牌子 總之就是維他命C 你的基本概念 可以每次吃牌子才行 另外有人說 之前大停電 員工被停職 港燈否認 借少停電 是多賺額外利潤 這宗新聞是離譜的 停電這樣停發 也被人罵 又加價 你不好意思加價 什麼加價 有獎金 所以他現在否認 我不是因為小停電賺額外利潤的 賺額外利潤是因為我們做得好 盡快可以把停電事故 處理到 搞得這麼大盤東西 就預料你是會停電的 所以那個政府才跟他做個想法機制 在時間來計算他又沒有超時 把電賺額外 所以停電竟然有錢賺 真是有趣 就是這麼有趣 好 另外呢 在五一黃金周 招呼不到 他說澳門人手短缺 酒店供到天價 天價是多少錢呢 他說天價 三千元一晚我都聽過 現在不知多少錢 總之五一的時候你去澳門 嘩 三千元 對不起 五一五二沒有房 五月三日開始一萬二千九百九十八元 四日就九千二百九十八元 是的 最貴到一萬三元一晚 原來去澳門 五一黃金周 你知道那些人很喜歡勇 人多 哎呀放假 我們去澳門玩 玩你的頭 是的 塞了進去排隊 進去 買一艘大小也要排隊 哈哈 那麼差 多人 萬三元 萬一酒店 不是你住的 那些日子 是的 給土豪威一下 真可憐 萬三元 人工也沒有萬三 住一晚萬三 好了 說一說 屯門醫院手術室傳出沙石的聲音 旁邊的女更衣室有石屎 掉下去 假天花 哇 現在的醫院 經常都好像鬆拋拋 說到這些 幸好沒有人受傷 是安排緊急維修的 另外 北角屋院有吊船失靈 南工人 半天吊了一小時才救回來 嚇死人 官堂也有,天秤,随风飘荡,十层楼高, 左摇右摆的网民说,很危险啊, 因为大风的天秤,你看上去好像很多铁, 左摆右摆跌到马路就很富贵, 但是工程师说,摇动是正常的,不用这么忧虑, 他比你风吹摇是好的,如果你硬硬的那些, 可能分分钟一吹就整个扮下来都不像, 他说,这是正常的,所以你看见天秤,大风动, 你不用怕,因为有些人报警, 今早有一宗新鲜滚热烂的电单车失事, 干乐道西天桥, 电单车失事,铁骑士当场爆头死亡, 是,今早8点44分而已, 电单车到干乐道西中环方向, 至近西区海底隧道出口对开, 上桥之路是自炒的, 他翻车前消息说,电单车失事,铁骑士倒地, 其后被一辆蓝色旅游巴剪过, 铁骑士爆头重仓, 爆头不是重仓是吧, 爆头是当场死亡的, 这个形容真的是, 爆头也叫重仓, 爆头就直接没了命了, 被车车转过, 爆头了, 救回人员接报赶至现场, 当场证实, 当场不治, 当场死亡, 地下围下大摊老张, 血迹, 真是很恐怖, 在吃早餐不知怎样吃, 我肚子胸胸, 我说那两个字, 我也有点反胃, 那里塞大塞车, 那里, 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 真是恐怖了, 所以我说, 你有缘听到我说这些新闻, 一说电单车意外, 就说, 不要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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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很多交通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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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藍田狗隻衝出馬路 被客貨車撞傷 愛蓉抱離現場被途人喝止 通常人們說不要碰他 撞到那隻狗 譬如人就說不要碰 怕會動到骨頭 那你不要碰他 叫愛協來,愛協來到他夠不夠 還是打針就算了 是不是?愛蓉 不要碰他,要撿一隻狗回去 真麻煩 昨天9點在南田有個愛蓉帶狗散步 那隻狗沒有綁狗繩 竟然衝出馬路 被客貨車撞到 後腿受傷 司機要報警 這些撞到你不報警就被捕 愛蓉懷疑 驚慌過度,抱一隻狗馬上走 回家 有女徒人大叫不要碰他 不要碰他,不要動他 不要動他 女徒人回應 他不是主人,他是工人 就是那一個 有人說有沒有搞錯,抱來現場 那是,你報警 報警要等警察來 感覺上 好了,狗主知道事件 報警要求愛護動物協會 到場 把受傷的狗隻剪走 就是治療的 治療而已 是有狗主的 沒有狗主 你回到外協 你也... 你也... 應該也沒有了 真可憐 講開動物說一下那條 老鏈這麼大的龍躉 嚇死人 可以半島經驗巨龍躉 體型大魚 人,人這麼大 在岸邊釣上來 哪有這麼大的魚 人家釣一條泥蝦石狗公 你釣一條人這麼大的 嚇死你 用魚排釣到這樣 有些人說 很少這麼大條 可以吃到多少人 這條魚 一想一想 三靜慾 不見殺 不聞殺 不為我殺者 這麼大條魚 問問可以吃多少天 飯業 有些人猜測 想中龍躉是放生的 這條九成是放生的 批評 放生魚 危害本地魚類 這麼大條 下去 都是大魚吃小魚 有人說 今時今日 還有人放生 真是作業 作業的 釣了上來 拍照也作業的 為什麼要這樣 這條魚不辛苦嗎 海裡有大魚 很奇怪嗎 海裡有人 海裡有魚 釣它上來 因為牠大 真是慘 活到這麼大 給人 搞定了 這麼大條魚 裡面有很多毒素 重金屬很多 叫人不要吃 拿去魚檔斬 家裡沒有什麼可能斬得到 那就是 但是不要 不如放回牠下去 出深海的地方 這些是 真是可憐 養得這麼大條 不過大魚細魚 眾生平等 吃小餐肉 待會聽到這些 如果起了這個慈悲心的話 另外 說一說 車營直擊 私家車 何文田搶標位 不肯讓早到的司機 司機就說有沒有搞什麼錯 欠位的事件 香港開車也沒什麼好處 你根本 你想泊車的時候 趕時間怎麼辦 擺街 罰錢 不是罰一張 有時候 坐上去三四個小時 可能罰兩三張 真是 看到這些網上九分 麻煩 另外看到 有殘局檔 什麼殘局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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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解到殘局 可以給你五百元 有些五百元 你解到五百元 很多人會圍著去看 幾十歲的阿伯 走過去 我試一下 這樣 下棋被搶走勞力士 當然了 下個殘局 是假的 引軍入屋 走過去 看到有個男人在公廁擺殘局 走過去看看 我試一下玩 等我來 捉起期間被人 被對手捉住 然後搶走手錶 事主向途經的警察報警 沒有受傷 被人拿了一隻錶 無端端 你以為 他原來要這樣玩 要自己先付錢 有些局是這樣玩的 幾年前有人試過 這傢伙也是大陸專才 當時雙程正男子在大圍擺棋局 引人入局 你買兩千我賠三千給你拆到 一擺兩千進去 轉頭 解不到輸了 傻的 這個世界還有殘局 拿手機 拿電話App出來 什麼殘局都有 專門騙老伯 這次不是跟你下棋 這次是搶你的東西 你搶我就搶你 佐敦藥房騙遊客 有些人下來賺錢 香港有些人賺錢 你騙我騙你 跟便兩買花旗心 480元 埋單 7,680元 你說多離譜 是吧 做賊 好像 好過去搶 找到一些人不懂 就被人騙錢 真的 大家都是互相看到錢 真的 你騙我騙你 另外 說在北架山花園單位 遭爆虧 戶主損失 8萬元首飾 和現金 你別想著 九龍堂 龍平道 北架山花園 都是貴樓 四座 私人樓 竟然被人入屋爆竊 8萬元首飾 5千元港幣 長沙灣搶白金鏈 失敗 進去金埔搶 扮客 被捕 又是誰 職員追賊 進來扮客 給這條鏈的太太 4萬4元 馬上跑 走 怎知道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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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能出示身份證明文件 又是 搶劫 兩條罪 帶回警署 扣查 聲證 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內地走下來 這些 他說沒有身份證 不要當 不知道是不是 那內地女 下來搞什麼 做雞 在屯門 賭破淫困 4個內地女被捕 檢獲被淫图 哇 這鬥年輕 開關之後 之前說到什麼 屯門元朗那些奉姐 四五十歲 哇 這次28至39 那當然是很生意 那質素提升 我開關之後 年齡就開始小了 有二字頭的出現 是啊 之前說了四五六 你真的 你給我錢嗎 28就不知道了 那當然是勸別人 不要搞這些事情 但是勸還勸 做又還做 那現在香港搞那個 厲害了 我就說 急救香港而已 但是 公關那些事情 當然是說得好一點 開心香港 開心 我們 政府好啊 這個 4月29號 全港戲院 哇 30元獎票 是不是真的那麼好 今天也40元獎票了 比星期二便宜10元而已 但是昨天我也興奮了一下 哇 很棒啊 看看有什麼好處 才開心 香港 星期六 全港商業戲院 30元 買票 星期四可以開始訂票了 是啊 今天是便宜很多的 有些去到 107元 190元都有 但是香港的戲院真的不及馬來西亞 有比較有傷害 這方面 是啊 說完香港有什麼好處 我再說馬來西亞的戲院有什麼好處 嗯 那他呢 29、30日 有美食市集 在香港會展那裡搞 對了 有派票那些東西 你可以上網看看 5月6至7日 也有美食市集 在沙田大會堂廣場沙田公園 6月34 就是開心香港美食市集 在觀塘發言號那裡有事情搞的 6月3、10、17、24 有個Chill All Light 海洋公園有些活動 夜場 對不對 對不對 不知道是不是夜場 Chill All Light 還不是夜場 那麼 6月18 那搞過什麼 體育加連華 在西九文化區 那麼另外 那些 你知道上網看了 真的有很多活動搞的 那麼吸不吸引呢 OK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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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一些明星搞一下 找MIRROR那些 真的 現在 你說 30元張票 你今天也40元 好像 很大聲 但是 又 又不是真的特別 什麼呢 你星期六買不到票 你下星期二就看過 不過不是每個人都有時間 那就是 我想說 馬來西亞的戲院 比香港的什麼 太多了 雖然 有些位置不是很好坐的 例如他 你有沒有見過那些戲院裡面 有塞滑梯嗎 全部裡面是那些公仔椅 青蛙 紅仔 不是小院 而是大院 另外 你買VIP票 真的 你感覺到 上奔 我在馬來西亞看過 Titanic 重製版 那張票也貴的 買了100元 當時最貴的那張票 190多元 我記得 有一點折扣 進去的時候 好像 真的 上奔 怎樣上奔呢 有私人廁所 我這樣出去 然後想去那個 外面的廁所 是公家的 有個穿西裝的男人 好像你的管家 走出來 大概戴白手套 走來跟我說 他說 你不是去那些廁所的 你去這個戲院 VIP 我們有VIP的廁所 然後就提點那些職員 在這個廁所 不是 在戲院走出來的 那些 一定要對他們 非常好 功功敬敬 有買啤酒 帶進場 各樣 總之很開心 在馬來西亞看電影 不過這麼開心 其實他也是沒有什麼生意的 你問我 在吉隆坡最大的商場 對 全世界的人 因為在網上的問題 就算你很便宜 就是看電影 很多人宣傳 你看到現在很多明星宣傳 各樣的 但是 香港的 其實電影業 也不是說便宜 就吸引你進去 你的電影好就可以 對不對 這期的電影不是不好 不過是文藝片多 文藝片 娛樂性就沒有那麼豐富 所以那個入場 肯定沒有那時候 毒涉大狀那麼多人 好了 昨天跟你說 有個失蹤三天的男人 死了 岑保強 五十五歲 昨天跟大家說過 失蹤 有沒有人知道他 原來自殺 據了解 死者因工作問題 不開心 是啊 真是這麼可憐 墮樓身亡 原來跳樓 哦 哦 三天後 發現在公廈下 墮樓身亡 之前說 煤窩 藍山 看看能否找到他 最後 英國的電話沒有電 接著 走回去 附近那些地方 跳樓死了 找不回 找到屍體了 真可憐 另外有個十五歲少年 墮樓身亡 這麼小的時候 還在讀中學 還在讀中學 今天早上六點四十八分 晨早上流流 學又不回 就去跳樓 想到要上學了 就去跳 老媽拿著書包 很淒涼 真可憐 真可憐 到場認屍傷心欲絕 這麼小 十幾歲 傷心到坐在搏 媽媽真的 不知道 小孩子經常覺得媽媽不疼自己 或者學業壓力大 嗯 我看了 好像無線琴 現在是一個發言人 說林夏眉 說老爸 誤會老爸 對老媽不好 或者怎樣 然後 馬國明就跟他說 其實他是愛你的 有很多事情 你想一句 其實他是愛你的 很多時候的壓力就是 我家人怎樣怎樣 他是愛你的 不過他表達不懂表達 有些人說家人很煩 很煩 煩你因為愛你 很緊張 煩惱即菩提 你轉得到想法 就不用死 他轉不到 就死 他沒辦法 他無緣 聽到這些說話 自己轉了牛角尖 不過這個世界 負能量是偏多的 如果你在香港言語 各樣在網上 尤其是看到 很難說 真是緣分 阿摩阿彌陀佛 這麼小 十五歲 十五歲 什麼都沒做過 唉 真是可憐 另外我們先看看 嗯 有些年輕人有挺好的 有些中學生 他發明 用大豆渣 用來做3D打印原料 初中學生參與科學比賽 就是奪冠軍的 是不是 人有很多 你可以對社會有貢獻 是用一些垃圾廢物 用來做3D打印原料 這個世界挺好玩的 這樣就走去死 不是吧 是不是 好多人玩的 這個世界 但是你做了阿彌陀佛 發現我不是玩 是被人玩 看你怎麼想 這個世界就是 另外灣仔也有厲害 全球首個變形金剛主題餐廳 禮拜天開幕了 區議員就說 灣仔疫情之後 將會成為打卡新地標 我也想去看看 主題樂園變形金剛 希望他搞得很好看看 因為之前 有個工廈搞變形金剛的 密室逃脫 又是有一點雷聲大雨點少 之前已經算很大了 但是也不是那樣 究竟會有多漂亮呢 我現在拿一些照片 也不覺得他特別勁抽 因為你外國這些地標 譬如一比一的高達真的很誇張 我看到有隻阿彌陀佛 也不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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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高過 我想有三米高 那個阿彌陀佛 哇 三米大 譬如你在泰國 泰國那個叫什麼區 很多日本人住的商場 那隻阿彌陀佛 六巨人 那隻都有三四米高 隨便別人有一個戲院 基本上這些是基本的 是的 每個戲院都有這些大型的東西 但是你說 是灣仔 變形金剛 現在變成新地標 看一些遊客 有多喜歡 那這些都是做外國人生意的 尤其是歐美 對變形金剛 特別癡迷 但老實說 我是一般 是的 我真的一般 我喜歡玩那些人偶的 另外 在荃灣酒店的房間 毒窟 又變成一個武器庫 善案情侶被捕 昨天 在荃灣酒店 有人就 人員在房間找到 新宿景棍 二十包懷疑可卡恩 和一批毒品包裝工具 市值萬三元 兩位很年輕 二十六歲的男生 和二十三歲的女生 涉嫌販毒 管有遺禁武器 被捕 被捕兩人 情侶關係 相信有人遭用酒店房間 作毒品包裝 唉 真是 大生意了吧 那 看看 這件事也是爆發的 昨天被人打的 下街放狗 二日前放狗 起爭執 遇襲 那些人真的很差 爭執就爭執 吵完一兩句就算了 不如你下次撞口撞面 看見就算了 另一面當不懂 那些瘟人博 他也有 有沒有這麼差勁 就打個女人 紅磡女子 遭四大漢 有些報紙說膠條 有些報紙說用膠尺 不知道 掃膠 教訓一下他 唯偶受傷送軟 你怎麼這麼白癡 做完的事情 你轉頭就被人拘捕 這些事情 怎會拍不到你 通街這麼多天眼 是不是 紅磡發生襲擊 昨天早上八點半 那女人就離開這個 保錡尼街 叫做新安大廈 被四個大漢 施襲 用武器襲擊 那大漢隨即是逃之夭夭 他眼角手指手搶受傷 在老公陪同下 送到伊麗莎白醫院治理 現場消息 就說他懷疑兩天前 放狗這個女人和人爭執 然後就應該估計就是那個人做的 那你這麼傻子 你放狗的人都在附近住 那你撞口撞面 下次又會見到他 那報警就被捕捉了他 那麼無聊 做完的事情 有什麼好打 也不知道有什麼好打 是不是 竟然走去打人 那就糟了下次 可能分分鐘又拘捕了 那今天新聞到這裡 下次再講其他新聞 拜拜